新鮮飯店 新鮮飯地圖 我們現在來到文鋒新的二樓 這裡有一家台式餐酒館 裡面隱藏著超說話的廚飯 一盤醬要加一千人 我們趕快來看看 新燒飯店隸屬永興鳳茶 曾獲米其林餐盤推薦 也推出了多款 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創意炒飯 全新推出了這一道超浮誇 黑鮪魚松露炒飯 豪邁鋪上了六大塊 稍微煎過後的黑鮪魚切片 保留鮮紅色澤 並帶有生魚片的口感 加上了線袍松露 讓人驚呼 這是什麼神仙組合 黑松露鮪魚的話 是我們今年夏季菜單推出來的菜色 我們是用鮪魚 然後搭配歐洲的黑松露 那我們料理方式的話 鮪魚我們是把它煎上色之後 然後去切 有點帶有生魚片的感覺 那裡面還是保持生的口感這樣子 那搭配底下的炒飯的話 我們用松露醬 然後搭配新鮮的松露薄片 去做組合 還沒完還沒完 這裡還有10盎司 頂級美國樂眼牛排 經過了主廚二次相煎 再放到了炒飯上 即便一盤要加1300塊錢 依然是IG上人氣必點 一塊塊牛排整齊擺放 一看就胃口大開 這道菜的話 是我們推出的 美國樂眼牛排炒飯 那我們選用的部位的話 是用美國樂眼牛排的部分 那它將會吃起來口感的話 是比較有嚼勁的 可能跟和牛那種油脂豐厚的 比較不一樣的風味 那我們搭配蠔油基底的炒飯 跟這個牛排一起做組合 那上面我們再塗上一點點香料油 去讓那個味道比較有層次這樣 如果想要選荷包 又想要吃到豪華炒飯 可以選擇炙燒烏魚子干貝炒飯 一盤560塊錢 就可以吃到了三大塊新鮮的干貝 加上了超夢飯粉紅色炒飯 是最經典不敗的人氣No.1 最後一道的話 是我們店裡面經典的招牌組合 那火龍果的醬汁 然後搭配烏魚子的鮮味 那最後的話是炙燒的干貝做組合 它整個吃起來是比較清爽一點 雖然有烏魚子的鹹香味 但是又有火龍果 水果風味的酸甜去做搭配的組合 那就是這一道菜 大概算是我們店裡面的招牌這樣 我們一直想說要跳脫傳統 那口味上的話 因為炒飯大家可能還是會覺得是以醬油 或者是蛋香味 為基底風味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試著用看看水果 不一樣的風味 那去做搭配組合 那干貝的話它本身比較清爽 所以我們相對水果的話 我們是選用比較清爽一點的風味 我們也是適合幾種不一樣的水果 然後最後覺得火龍果 它有清香的酸甜 但是味道不會太重 強調就是干貝跟烏魚子 炒飯開始簡單 但是要做出一盤100分的炒飯 很不簡單 主廚說炒飯不一定要快 而是要把每個味道都炒出來 才是最讚的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的話 還是鍋子的香氣 那食材的新鮮就是 爆香的時候的那個 需要時間 就是可能房間會覺得說 炒飯需要很快速的把它完成 但其實我們反而會刻意 希望每個食材的味道都有被炒出來 就像牛排的炒飯 有就是蠔油的基底 那上面有香料有的風味 然後去搭配肉的口感 那松露醬的話也是就是 味道都有到我們想要設定的那個香氣這樣 那一上桌就是有那個熱氣 客人會聞到那個香味 然後看到我們想要呈現人的視覺效果 就是我覺得最好的炒飯料理 看完這些奢華炒飯是不是讓你大流口水啊 下次到新鮮區逛街不妨與朋友來上一盆吧